这个学生与歹徒私下见面 竟然悄悄拨通了警察的电话 正当小刀要查看他手机发现不对劲时 文杰悄悄将电话挂断 并播放了周杰伦的歌 同时将通话记录也悄然删除 小刀并没有发现什么异样 于是开车带着文杰去见头领老丁 而他们的行踪也已经被警察密切追踪 就当警察追踪车子进入到停车场之际 却突然跟丢了小刀 即使翻遍了整个停车场 也在找不到他们的车子 歹徒的反侦查能力之强 也让罗坚意识到对方绝非等闲 而这边文杰也已经到了老丁的跟前 老丁对文杰的应变能力非常满意 也终于告诉了文杰这次行动的计划 老丁这次的目的是 这个大富豪廖德同的藏宝库 这个人没有什么爱好 就是喜欢搞收藏 而他的藏宝库中有数不清的价值连城的宝物 为此 廖德同还专门搭建了防御最安全的宝库 及最先进的技术和最专业的团队 所以 老丁要在睡帘中装上隐秘高科技 然后卖给廖德同 他料定廖德同一定会买 交代完后 便吩咐小刀带着文杰回家拿画 但画已经被文杰交给了罗坚 此时画正在警局中 文杰如何应对眼前的危机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持人统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